HELLO 大家好 我是本週的VOGIRL 查理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 2020我最愛的保養彩妝新品們 2020我最愛的保養絕對絕對就是它 就是如果你一整年只能夠選一個保養品 就是你一年都只可以用一瓶的話呢 我就會選它 這個是德國AB的乳霜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比較輕盈的 一種是比較rich 然後我喜歡是比較rich 然後它是比較適合給臉偏乾 或者是很乾的人使用 因為它用起來呢 就是你的痘痘會慢慢的減少 我自己覺得最明顯的感覺 就是你的臉會變得比較澎潤 因為我已經超過30歲 我覺得超過30歲的人很適合 它就有一點微抗老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法令紋會變得比較不明顯 就是早上起床啊 然後會覺得皮膚變得很細緻 然後很亮很有光澤 所以這個是我最愛的2020的保養品 再來呢是這一個 理膚保水的新品 安心小藍瓶 這個就是理膚保水 他們家很有名的是那個安心霜 然後它今年推出了這個安心霜 做的精華液就是安心小藍瓶 然後它用的真的超有感 尤其適合給敏感肌使用 因為像我自己就是臉很容易 不知道為什麼就會這樣癢癢的 然後就會想要抓 就是臉莫名的過敏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是擦上它以後 那個泛紅真的會很快就消掉 而且你的臉也比較不會那麼的乾癢 所以如果你是很容易有乾癢 或者是敏感問題的人呢 就很適合這一個安心小藍瓶 雪花秀的潤燥養膚精華 就是其實它是新升級版的 它以前叫做潤燥精華 那升級後變成潤燥養膚精華 那它的功能呢 就是前導精華 也就是你洗完臉的 第一個步驟呢 就用它 然後我自己覺得它擦完以後 後續的保養效果會更好 而且它擦起來味道很好 聞又很保濕 然後再來是它的瓶身也不一樣 因為它上一代的瓶身是 整個是白色的 可是現在這個是透明的 你可以看到你最後剩下多少 是不是要補貨了 這一個嬌藍的化妝水 它是全新推出的叫做 綽號叫做神祕水 就它裡面就是添加了蜂王乳 以化妝水來說呢 它算是一瓶滿保濕的化妝水 然後我自己呢 很喜歡用它來濕敷 就你就這樣沾化妝棉濕敷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像在敷面膜 你可能五分鐘呢 敷完就會覺得臉很膨又很亮 然後再來是它的味道也很好聞 這蜂蜜的味道嘛 就是很好聞的 很像花香味的感覺 然後用來濕敷以後 敷況會變得很好很亮 那接下來進入彩妝的部分 彩妝的部分呢 我最愛了就是這一瓶 我連今天都擦它 因為我已經一個禮拜七天都擦它 就表示我真的天天擦 就是這一個SUKU的黑瓶粉霜 然後它就是很滋潤很適合冬天擦 像現在天氣超冷 就是擦上去就會覺得有一種果凍肌的感覺 而且它的光澤呢 不是那一種很low的光澤 是很貴婦 貴婦肌皮膚很好的 它除了很光澤以外 然後它的遮瑕力也滿好 然後它也滿持妝的 一般的粉霜大概兩個小時就會整個這樣吐石流 可是它我一整天大概七個小時 就是臉上會有出油感 可是不會斑駁 所以這一瓶粉霜絕對是我2020最愛的粉底液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這一個Bobbi Brown的精緻唇膏 這個好像是今年2020年尾的時候才出的新品 它的筆頭是尖的 然後是這樣子轉的 所以當你在畫唇的時候呢 很好的描繪你的嘴巴的形狀 然後再來是它的顏色 我最愛的就是我現在嘴巴上擦的顏色 叫做Terra Cotta 就是有一點比較偏紅棕 然後帶一點橘色的感覺 我覺得秋冬擦這個顏色呢很時髦 而且不管是白肌 健康肌的人擦都可以 Selvoque他們家的這個遮瑕盤 Selvoque這個牌子呢是一個日本的有機品牌 它是十元聰美的彩妝師創立的一個品牌 然後這個品牌強調呢都是使用有機的 然後這個遮瑕盤是新品 我覺得很適用 因為它這樣小小一盤就可以很多功用 首先是這兩個顏色 你可以自己調出適合自己的膚色 然後它可以拿來遮黑眼圈 因為黑眼圈常常會很乾嘛 常常遮完會有那個卡粉很 可是他們家的這個遮瑕 超級保濕完全不用擔心會卡粉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 上面這個有一點偏粉紅色紫色的呢 它可以拿來校色 可是我把它拿來當作腮紅 你就擦在眼下這樣子鋪上一層 就會有很可愛的那種腮紅的感覺 所以就是你出門呢 就直接在這一盤就萬用 小小一盤的 而且非常的滋潤 那今年我也很喜歡的唇膏呢 是這一個 Mac他們家的絲柔的唇膏 它是非常非常霧面的 然後它擦在嘴巴上呢 雖然很霧面 但是不會乾 重點是這一系列的唇膏呢 顏色都非常的時髦好看 像現在這一個 這個顏色呢 Move it over 它是比較少女純真感的 如果你比較喜歡那一種 溫柔無害系的妝容的人呢 就適合這個顏色 然後還有這一個顏色 more the 什麼什麼的 反正就是990 完全不會唸 反正這個顏色擦起來呢 它是有一點偏紫紅色的感覺 就如果你那一天呢 想要當辣妹 就很適合這個顏色 擦上去真的時髦到不行 所以這兩個顏色呢 就是我推薦的顏色 那我今年特別喜歡的 眼影的新品 是這一個NARS 這個眼影呢 是他們家今年的 就是高酬限量 然後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然後如果你想要買人 可以去網路上看看 比如說國外的網站 看看還有沒有在賣 然後通常NARS他們家的眼影呢 都出超大一盤 那完全不會帶出門 因為很多顏色 什麼18個顏色這樣子 就根本很難帶出門 可是這樣子 四個顏色超方便 而且非常實用的日常色 它擦在眼睛上 看起來是橫線色 然後是很適合打底的一個顏色 然後亮片呢 就是很高級有質感的 所以擦在眼睛上會覺得 哇 bling bling 大家會一直看著你的眼睛 所以這一個呢 是我今年特別喜歡的 眼影新品 最後呢 就是壓軸我最愛的 我在我自己的頻道裡面有講 我最愛最愛的唇膏 絕對就是它 Suku的7號精彩柔艷唇膏 它的包裝呢 很高級 是這種霧面的黑跟金 然後這個7號色呢 它擦起來呢 是一個我覺得蠻知性的 它不是一般的紅色 因為它的紅色裡面帶有棕色 所以你會覺得比較遲髒 然後比較知性的那種都會女子的感覺 然後我很喜歡它 是因為第一它的保濕度剛剛好 然後再來呢 是它非常的持久 就是我晚上跟別人去吃飯 就吃完晚餐 然後還去酒吧 然後可能從7點到凌晨1點 我的嘴巴上唇膏還是在 看它到底多麼的持久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去約會的話呢 就非常的推薦擦這一支 所以這一支絕對絕對是我 今年最愛的唇膏